你喜欢不喜欢喝水? 嗯,这个想喝吧,但是水一饱喝,有点喝完就烧,我觉得味着火在烧着,我小时候没这样,口渴吗? 喝,想不想喝了冰镇的,喝了冰镇下去,嗯,喝了冰镇的嘛,嗯,好点,但色多了以后吧,你就觉得没劲儿了。 小中医年纪十岁,通过耗脉就能准确说出患者病灶,并且准确率高达98%,年纪不大,认识的中草药却比一些老中医都多,凡时体验过他诊脉的患者,就没有不称赞他医术的。 因为身体的只有我自己知道,所以他问你那些问题基本上都是我经常有过的证据。 刘尚锦的年纪才不过十岁,他这一身医术,究竟是怎么得来的?保持你的好奇心,点赞关注,本期视频我们就来共庭揭开,天才中医少年之谜,刘尚锦出生于上海一个较为富裕的中产家庭,所以父母从小就非常注重他的教育问题。 但不同于平常家长一样,给孩子报各种兴趣辅导班,恨不得孩子行其书画样样精通,刘尚锦的父母偏偏要另辟蹊径,给他报了少年中医培养班,起初很多人都不立即他们的这一决定,因为中医的学习,对常人来说都非常枯燥繁杂,更何况是一个不足十岁的孩子,他怎么可能会学得好呢?然而刘尚锦自己却有自己的想法。 小时候,我爸爸我妈妈都带我去看中医,医生叔叔就给我把手搭在我这个脉上,就能靠出我身体里有什么不舒服的呀,有什么症状之类的,我觉得很神奇,所以就对于这个脉很感兴趣。 原来刘尚锦从小就体落多病,父母经常去带他看中医调理身体,而就是在一次次问诊的过程中,他逐渐开始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 俗话说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,从此之后,刘尚锦就开始疯狂的学习中医,见孩子如此上心,父母也就随着孩子的兴趣,将刘尚锦送到了北京清兴国医入门班,成了中医所院长杨志勋的学生。 而在一众徒弟中,杨志勋最为看重的就是刘尚锦。 常向是在诊脉上,临床上能够诊大分的话,准备能达到8种。 在诊脉的准确度方面,刘尚锦无疑是所有学生中天赋最高的,可即便如此,在临床方面,他还是显得有些智能了,因为在看病的过程中,出现的情况往往是千变万化。 所以临床看病需要非常多的实战经验,并且在看病过程中,有些患者还总会提出一些问题,因为年龄太小,刘尚锦不能很好地表达出所说话的完整意。 这个烦恼曾经令他受到了不小的心理挫伤,但是功夫不负有信任,如今在杨志勋的培养下,刘尚锦克服重重困难,再加上他勤奋好学,能力逐渐增加。 在后来的问诊中,面对患者的提问,他都能对答入流。 就在这个时候,有人却提出了质疑,枕脉对于一个中医院的大学生,都是一门令人头疼的专业,就这么一个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孩子,枕脉真有说的那么什么? 气短,有点气短。 心脉是不发现的短。 您可能,这个短在心脉上就证明,就代表您的心气不足,您的睡眠质量怎么样? 不好,就是不但难入些,而且稍微有点动于心。 肝脉是烈伏滑咸,烈伏,烈伏,烈伏是您的肝脉有点上抗。 滑就是您的血液有点不干净,咸就是,咸是它正常脉下,烈伏就是您可能会容易着急啊。 小中医年纪十岁,通过耗脉就能准确说出患者病早,并且准确率高达98%,年纪不大,认识的中草药却比一些老中医都多,凡时体验过他诊外的患者,就没有不称赞他医术的。 但有人却提出了质疑,一个小学都没毕业的孩子,把脉真有这么着吗? 古人云,脉里经为飞檐可尽,心中了了之下难明。 这句话的意思是,没有多年的细心体会和反复事件,是难以真正掌握脉疹精髓的,并且因为脉象的变化非常复杂,用语言和手指很难将脉象准确地描述出来。 那么十岁的刘尚锦,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?这就要从刘尚锦八岁那里,父母送他到杨志军开设里,我以启蒙培训所说起了,来到这里的学生都要被迈向相关的口诀,由于刘尚锦对中医的喜爱早已深入心中,所以他从背诵口诀开始就非常用心,很快就将这些口诀铭挤于心。 然而等真到了下手分辨脉象时,这可把他给难住了,我当时觉得这个脉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难,就是即使我找到了位置,也就只能感觉他的蹦蹦的跳,也感觉不出他的是浮啊,沉啊,还是中这种脉象。 为了实现长大以后,能当中医的志向,刘尚锦每天都跟在老师张志军身后,看师父是怎么和人交流的,再结合自己学习的理论知识,进行融会贯通,等基础理论都学得差不多,为了能让孩子们真正拥有分辨脉象的能力。 张志军可是想了很多办法,只见他用一个装着水的脸盆,里面放上几根铅笔敷在水面,这个是为了锻炼他们如何分辨浮脉,随后张志军又拿了一把吉他,让孩子们切身的感受闲脉,认识脉象这些常常让人感到晦涩难懂的知识。 杨志军却用一种趣味的方式,让这些孩子们学会耗脉的过程,可即便是这样玩游戏的方式学习,对于这群小学没毕业的孩子来说,枕脉和分辨脉象还是很难,但唯独刘尚锦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。 肤脉就在这个水里面上,肤脉就在水里头,肤脉就是在那个底的底儿比较近点。 而真正让刘尚锦在好脉上有重大突破的,还是在师傅杨志军的一堂脉诊课上,给自己把脉,这是入门班每个学生都要经历的重要课程。 刘尚锦当年就是在上这堂课时,对诊脉有了不同的感觉。 你喜欢不喜欢喝水吗? 这个想喝吧,水一放喝,喝完就烧,等别的味着火,再烧一,我小时就没这样。 口渴吗?喝,想不想喝了冰镇的,喝了冰镇下去,喝了冰镇的吧,好点,但喝多了以后吧,你就觉得没劲儿了。 十岁小中医只要把脉十几秒钟,就能准确的说出患者的身体状况,不仅医术贤熟,而且还得到了所有患者的一致认同。 不少患者对他的信任,甚至高于一些大医院,就连八十多岁的老中医都自愧不如。 他到十岁就开始为身边的人耗卖了,一次妈妈的朋友们到家里聚会,一时兴起的刘尚锦,就跑去给妈妈的朋友们耗卖,无论老人小孩,他都能通过耗卖说出他们身上存在的问题。 结果不出意外的,所有朋友都向刘尚锦妈妈反应,他儿子诊断得非常准,和他们身上有的症状几乎是如出一辙。 后来随着刘尚锦的技术越来越娴熟,浩卖速度也越来越快,他的老师杨志军也开始带着他一起坐诊。 通常情况下,杨大夫会让刘尚锦先给病人把脉,然后再亲自上手,而两人得出的结果往往都基本一致。 刘尚锦逐渐就成了杨志军门诊礼,繁忙时的待班医生,而被他所诊断过的患者,都对他所描述的症状都万分震惊,就连一个和他同样年纪的小男孩,情绪烦躁的问题,也被他准确地给指了出来。 刘尚锦也就成了杨医生最得意的弟子,因为他好卖的准确率,已经达到了98%以上,这对一个年仅10岁的孩子来说,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了。 而中医另一个难点就是药材药方了,每种药材都有不同的功效,各种药材根据药性掺杂起来,就形成了各种治疗疾病的药方,单单是认识各种药材,就是个非常大的难题,需要长时间的积累,才能熟知各种药材的名称药性,往往很多人对此都坚持不下来。 但这对刘尚锦来说,却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,目前为止有九成中药材都被他铭记于心,到如今十年时间已经过去。 据知情人士透露,刘尚锦已经成了中医院的主治医生,而且在当地也是名声大噪,本期视频你有什么想法?欢迎评论区积极留言,记得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。